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飞出地球之后 才发现我们对于宇宙的了解还远远不够 我们就像是地球上的蝼蚁一般渺小而无知 有越来越多的新学科出现 也给我们发展航天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 1977年 旅行者一号的成功发射 又给科学家们带来了新的希望 因为他们觉得旅行者一号的发射是在人类向宇宙宣告 在银河系的深处有人类的存在 而随着我们对宇宙的深入了解 才明白地球就像是一粒不起眼的尘埃一样 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和所有的生物更是不值得一提 经过40多年的飞行 我们都认为旅行者一号应该已经飞出太阳系了 但是我们却发现太阳系的边缘还有科伊伯代 在它的外面还有奥尔特云 奥尔特云要比科伊伯代更大一些 旅行者一号根本就没有能力突破太阳系的限制 现如今 旅行者一号从1977年发射升空 到现在已经43年 它曾到访过木形及土星 是提供了其卫星高解像清晰照片的第一艘航天器 并且旅行者一号成为第一个穿越太阳圈并进入星际介质的宇宙飞船 同时也是目前人类飞得最远的探测器 也是第一个飞出太阳系的人造飞行器 现在它距离地球有210亿公里远 并且旅行者一号还承载着人类寻找外星文明的奇迹 科学家们在旅行者一号上携带了一个同志镀金瓷盘唱片 还有一个金刚石流声鸡针 这个唱片哪怕过了11年音质依旧不会有任何差别 唱片内容包括用55种人类语言录制的问候语和各类音乐 另外此画上还有115幅影像 包括太阳系各行星的图片 人类图像及说明等 这些数据旨在向外星人表达人类的问候 至于旅行者一号有没有收到外星信号 脑普军在这期视频暂时就先不赘述了 在旅行者一号飞行了大约35年时 就达到了传统意义上的太阳系边缘 那么站在宇宙上看地球是何模样 地球在宇宙中宛如一颗小蓝点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宇宙无边无际没有尽头 更别提人类了 为了对宇宙加深了解 人类相继发射了不少探测器 其中旅行者一号为人类带来重大的突破 旅行者一号传回许多数据 使人类的目光不再局限 曾经他在距离地球65公里拍摄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的内容是什么呢 细致地看会隐约看见几个亮点 这些亮点就是八大行星 这八大行星在宇宙中显得那么不显眼 这张照片还是高清的 让人类有种深深的挫败感 同时还有一个黯淡蓝点 这就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 宛如一粒沙子完全不起眼 这么长时间来 人类试图寻找超级地球 努力了这么久也没有办法抵达 这种挫败感是由内而外散发出的 宇宙实在是太大了 早已超乎人类认知的范围 旅行者一号整整飞了40多年 才到达太阳系的边界 距离这么远 我们该怎么控制旅行者一号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 地球和旅行者一号联络使用的是深空网络 我们会以20千瓦的功率 向它发射无线电信号 经过大约20个小时后 旅行者一号接收到的信号 但是因为它的信号发射器功率比较小 所以发回来的信号功率只有19瓦 并且在传回来的途中还会不断的衰减 最后实际我们在地球上 收到的功率不到100亿分之一瓦 为了接收到这一丝微弱的信号 美国建立了深空网络系统 它由三组天线组成 每一组里都包括一个70米的主天线 和几个34米的小天线 在它们的努力下 我们仍然可以和旅行者一号联络 但是现在地球接收到的信号 强度越来越热 数据率也在不断下降 因为目前旅行者一号 正在以17千米每秒的速度远离我们 它在离开太阳系的时候 获得了多少引力加速 这就让旅行者一号 成了目前速度最快的航天器 地球和它之间的距离 也在不断变大 不过从它1977年 正式升空到现在 我们的通信技术 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事实上 只要接收端有足够的灵敏度 我们可以捕捉到它微弱的电波 地球和旅行者一号的联系 就不会中断 不过虽然我们和它之间没有通信的限制 几年之后 旅行者一号还是会和地球失联 因为它的动力来源是三块放射性 同位素热电机 里面的不燃料会发生放射性衰变 所以核电池的电功率每天都在衰减 下降的速率是每年约4.2瓦 现在来看 它只能保证旅行者一号继续工作到2025年 在2036年 讯号传输的电力将消耗殆尽 并且在2030年之前 旅行者一号就会没有足够电力 供应任何单一仪器 我们会彻底失去和它的联系 不过即使没有了能源 旅行者一号还是会继续向外层空间飞行 但是它的旅途也不是永无止境的 预计将在大约300年后 旅行者一号会抵达奥尔特云 并且它得花上3万年才能完全通过 那里或许会成为旅行者一号手中正寝的地方 因为它要经过密密麻麻的小行星 稍有不慎就会撞上 总的来说 旅行者一号很有可能在未来几年里停止运行 地球也会永远失去和它的联系 不过我们还有其他空间探测器 可以接任它的位置 比如先驱者十号 它是人类史上第一个安人通过小行星带的航天器 也是第一个拜访木星的探测器 现在它正在向远离银河中心的方向前进 如果金牛座双星没有相对速度的话 先驱者十号会花上大约200万年的时间到达那里 另外还有先驱者十一号 它和先驱者十号的方向相反 是朝着银河中心前进的 未来它会飞向盾牌座 不过它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探测器上都携带着一块镀金铝板 上面刻画了人类在银河系的位置 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空间探测器 就是在1977年升空的旅行者二号 它是第二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造物体 不过遗憾的是 在2025年左右它也会停止工作 另外还有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新视野号 它在2006年1月19号升空 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空间探测器 现在新视野号已经完成了对冥王星的观察 正在向点半马人坐方向前进 所以即使旅行者一号停止了工作 我们探索外层空间的脚步也不会停止 虽然地球发射的探测器 最后都会消失在浩瀚宇宙里 但是它们传递回来的大量数据 会给我们描绘一个更加浩瀚美丽的宇宙 现在我们已知宇宙的可观测半径 有137亿光年 整个宇宙的直径或许有920亿光年 因此旅行者一二的旅程漫长而艰辛 我们的宇宙探索计划也才刚刚开始 那么小伙伴们 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到视频下方留言哦